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本来很少我念福音慢慢的念 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我特别念慢慢的 因为有时候我要讲的 没有人注释到 哪里抢到了那一个部分 对我们很重要 要把它拿起来 什么意义对我们的生活 特别对了我们的信德 而且今天晚上我看 也是有一些我们的教友们的 有点陌生 所以呢 我希望慢慢来 是大家都能够对我们在一起 忘了这一台弥撒 做了这一台弥撒 我认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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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认为 如果要读决 我认为 pelan-pelan bacakan, karena saya katakan tadi ketika saya harus menjelaskan satu bagian dari Injil itu kadang kita kurang perhatikan ya, maka saya sengaja baca pelan-pelan biasanya saya baca kencang baik, yang kedua, karena saya melihat dalam gereja malam ini luar biasa karena ada beberapa wajah saya tidak biasa lihat karena hampir kelompok mandarin saya hafal, jadi oke karena itu saya khotbah, saya usahakan ada sedikit bahasa Indonesia supaya sebagian bisa mengerti ayo jina ada seng ticai maman, tang tu jing yi tang chung di seo jijai de, just di daulah, hei an chung hei an chung dalam kalimat pertama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好像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我们也是 除了些人 就是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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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有些人 也不是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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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家里面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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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亲爱的兄弟姐妹妹 刚才 天主要告诉 那些 意识人 就是他们 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条路 给他们机会 四十年 才走得到 他们要得到的 这个地方 他们的目的 但是 路上 他们遇到了 很多情况 让他们 有时候 没办法走 有时候好像 哎哟 不要了啦 够了吧 那 这样的情况 好像就代表 我们 所有 现在 我们 过的那些日子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很大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 要得到我们所有 要得到的 那方向的目的 那方向的目的 但是 有时候 遇到一些情况 让我们 没办法 再继续走 那个情况 有时候就是好像 那些 病啊 事情啊 什么的 都来了 那 黑暗中 就是我们在外表 一种情况 会影响 我们的生活 所以 bangsa Israel yang berjalan 40 tahun juga dalam perjalan pertama tadi mengalami kegelapan dalam perjalan ketika mereka mengalami kegelapan mereka merasa ah sudah lah cukup lah ah capek selesailah namampu lagi menyerah dalam kehidupan kita sehari-hari juga demikian Tuhan beri kita banyak kesempatan dalam hidup tetapi seringkali kita mengalah atau menyerah pada situasi situasi itu datangnya dari luar sebenarnya 最重要 是要 我们自己 能够 不管怎么样 我们遇到 那些情况 我们一直 要 继续 走上去 那所以 刚才 天主 那个 都经营的记载 说 当 那些人 走在 黑暗中的时候 他们 一抬头 看到 前面的 那 神光 天主的 荣耀 照耀的时候 让他们 欢乐 喜乐 很高兴 这些事情 那些事情 我们有希望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去往 但是我们也有希望 所以 所以 harapan itu selalu 有 disediakan bagi kita 因为 那 我们 可以 berharap berharap pada si apa berharap kepada Tuhan bersahran kepada Tuhan 我们 能 到 去 天 祝 那 就是 我们 在今天的 读音当中 那 刚才 我说的 那种情况 黑暗中 是外表 不是 内部 所以 我们又 把我们 自己 能够 不要 被 这个 黑暗中 影响 我们 应该 我们要 更 努力 让 这个 黑暗中 好 好 掉了 没有了 而且 来看 黑暗中 有时候 本来是 从 外表 影响我们 但是 有时候 黑暗中 是我们 忍自己 造成的 那 这个 更糟 有一些 我听到 有一 一位 有一对 夫妇 他们 这个 夫妇很好 他们 两个人 很喜欢 开玩笑 但是 他的 妻子 很害怕 的 那个人 而且 他不 喜欢 暗 暗 所以晚上 他最害怕的 我去哪里 他会 叫 他的 丈夫 来 跟他 在一起 我去哪里 所以 因为 他们很喜欢 开玩笑 他的 丈夫 又觉得 哎 这个 有机会 今天晚上 我 跟 我 一起 开玩笑 当 他自己 在厨房 那里 做一些 东西 他 故意的 在他的 妻子的 后面 不要 让他的 妻子 知道 他突然间 把 那个灯 把 那个灯 关掉 一 关掉 那个 妻子 刚才 自己拿着 一个 棍子 好像 他 打了 什么东西 一关掉 一吓掉 然后 他 关掉 灯 还要 碰 他的 妻子 要让 他 害怕 一碰 哇 这个棍子 都 打他 打到 哎呦 好像 那些 那里 又有鸡蛋了 哇 自己害自己吧 是吗 那所以呢 我说 有时候 黑暗中 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就为了什么 就为了我们自己 没有 把握 我们的 这个心的 靠天主啊 靠什么的 让我们自己 要有一个力量 所以呢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最重要的 在我们 在庆祝 这个圣诞夜 就是 刚才我说过 今年 很特别的 为了什么 为了 现在 我们能够 慢慢的抬头 像一色脸的抬头 看前面的神光 天主的荣耀 要 一定会照耀我们 所以 要把 那些 所以我们 遇到的情况 这两年的疫情 病啊 什么的 能够 马上 过去了 我们也是 能够平平安了 过的时候 第二 最重要的 刚才我说的 黑暗中 有时候就是我们 自己造成的 第二 最重要的 要把我们自己 在心里 平安愉快的生活 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 什么东西 使我们的 四肢 捕角 就是靠我们的嘴巴 靠我们的眼睛 靠我们的心 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讲的话 什么的 会好像造成了 一个黑暗中 让人上心 什么的 所以 这些 就是我们 本身 造成出来的 所以要注意 要小心 因为一个平安 不是为了 有打仗 什么的 但是平安 也是要我们 自己来去 诞生 产生 出来 让人 能够享受 我们也是 一个善人 好人 对别人 特别 对我们的家人 圣诞夜 平安 愉快 圣诞 节快乐 阿们